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人 美股在星期五的表現不盡理想 但台股在第一檔仍然是展現一個抗跌的力道 開盤一度的跌了大概有50點左右 然後大概還不到10點的時候 就由黑翻紅 從跌50點變成漲30幾點 一拉上來就拉了80幾點 最後中場稍微壓下來小漲5.87 收到105.30 成交量只有877億 看得出來就是說跌也跌不下去 可是呢 這個成交量只有800來1 那你說在這種成交量的格局之下 要有多大的空間 那真的是強能所難 那這個狀況短時間也不會改變 因為川席會月底要進行 但即便是見面了 其實我認為談不出什麼具體的成果 因為從上一輪的貿易談判之後 中美雙方的貿易談判的代表都沒有見面 所以貿易談判裡面這麼複雜的那麼細的項目 都沒有進步的談 那你說兩國的領導人見面 吃吃飯聊聊天 就可以敲進協議的內容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會在月底就解決 那至少希望見面的氣氛不要搞得太僵 那因為市場就是說大家都對於這種高度的不確定因素 到底會怎麼發展不知道 所以量就是一個結果嘛 因為不清楚高度的不確定 錢就進不來 錢不願意進來 量縮指數空間就壓抑 所以結論就是來回盤整 來回盤整 來回盤整 暫時大概不容易改變 可是跌又跌不下去 過去這幾天 很明顯的紅K都大於黑K 所以第一檔它是有買盤的 只是它不積極 它挑著買 沒有全面的買 所以我就說 在這邊有很多賺錢的機會 但你要搞清楚方向在哪 先看清楚高度的不確定的中美的貿易戰的因素 梗在那邊 那聰明資金要趨吉避凶嘛 你就要去找就是說 誰是無相關 誰甚至有可能是受惠的 受惠貿易戰 受惠華為 它就會成為在這個很大的國際的一個變數之下 市場資金的一個走向 所以這個選股的邏輯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認為是現在的重中之重 所以過去我們都在挑就是說 誰的營收非常的好 誰的獲利非常好 誰的展望非常好 誰的趨勢非常好 但現在在這一些條件的選股條件之下 你選出了業績出類吧 所以財報非常突出的股票之外 你還要再加一個 就是說它最好是沒有相關貿易戰 甚至它是受惠 那市場龐大的避險的需要 就會被導入這一類的股票 比如說179美食 禮拜五來到107尾盤 應該是108的高點 今天呢 最高漲6%再來到113.5元 大盤一度跌50點 它逆勢開高 然後震盪拉高到6% 創兩個月的波段的新高 為什麼 除了人家的營收非常好之外 因為人家生技制藥 其實本來就五關貿易戰 最悲觀的情況是在6月底 如果說川習會 操翻了 準備再加稅 那至少我們可以肯定 生技股它不受影響 該出的藥還是要出 營收還是會任進來 營收繼續成長 股價呢就繼續漲 五月份營收創歷史的次高 而且僅次於二月份的10億 二月份是因為捨下寒片的 要剛上市有一些突破的效應 跟權利金的收入 所以有一些是一次性的 所以營收從不到6億跳到10億 之後就回到5億多 那它的五月份的營收呢 就跳到6億之上 月增了15% 扣除二月份的一次性的成分 在裡面的話 其實它實質上來說 它常在性的營收 才能創有歷史的新高 而且今天到尾盤的時候 它的股票的成交金額 成交值的部分 一度是排名今天上市加上櫃的第三名 它的股本只有24億 第一名當然是台積電 第二名呢 本來是郁靜光 它本來排名第三名 後來尾盤 一些成交量尾盤比較大比的 像鴻海文茂 拉上去之後呢 它排名第五 但是呢 以一個生計股成 那股本只有24億的公司 成交的值 成交的金額 在今天可以排名台股第三名到第五 其實這已經告訴我們 比如說市場的風向球 它已經開始出現變化 而我是提早跟你講的那一個人 那現在市場資金已經開始往這邊移動 為什麼 就是因為貿易戰的考慮 那它低季的移率呢 5%跳到20% 去年第四季5%跳到20% 季真的是5% 我就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幅度的一個增幅 低季的EPS1.16元 這個也創了單季的新高 那如果說你要比較就是說 其他新藥股比如說中育 低季的盈益率 是負的 應該我都沒記錯是51.7% 那EPS呢 也是負的 虧3毛多吧 還是5毛多 所以它的盈益率是從正的跳到正更多 EPS呢是1.16 只有本益在賺喔 遠高於中育的虧損 而且 南安美食的營收已經6億多了 中育的營收上個月還不錯 4000多萬跳到6000多萬 越增了一個大概5成 拍拍手很不錯 但也就只有6000多萬 那美食人家的營收規模是6億 而且蛇下寒片現在在美國市場大得不得了 出席鋪貨的效益營收衝高 然後之後會有稍微一段降溫期之後 銷售持續擴大 又會有第二波的高點 所以法人的退估說 未來光這一顆藥 未來可能一年的市場 一個月的營收規模 當它到達最高峰的時候 可能會有高達3億 所以同樣是賣藥的 人家一顆藥可以賣個上億 但是呢 終於搞半天 一顆藥賣個6000萬 而且到現在都還是虧損 那為什麼要談終於 很簡單嘛 因為終於的價格多少 今天還在150幾塊 然後呢 營業率呢 是負的不曉得上千的 這個沒有辦法計算的 號底 股價也是150 那上半年 第一季去年一整年 全部都是大虧 但真正賺錢的 營收也真的非常厲害的美食 股價到現在只有大概110塊錢 所以假設市場賦予生技股 一般來說應該差不多的 每一筆的水平嘛 沒有賺錢的就是給它本夢筆 但是你真正拿出營業率 毛利率 EPS 營收的公司 難道不應該享受更高的股價 所以我就說 它所有的數字 銀利率啊 毛利率啊 EPS都遠高於中益跟耗底 但是股價呢 現在離中益跟耗底 它還有超過大概 接近40塊錢 所以 未來你說取而代之 成為更高的價位的生技股的領頭羊 龍頭股 我認為 這恐怕只是實踐的問題 就像當初在200塊錢出頭 告訴你心象 未來它勢必要去回到2016年的高點 甚至歷史性高都有可能 從當初215塊到現在已經315 所有事情不就都在驗證當中嗎 所以正好是看這種趨勢 是非常非常的有一套的 不敢說什麼很準 因為有時候市場的變數很多 但至少這種趨勢 我認為我看的是很精準 很精準 像升級股它是無關貿易戰 所以當市場的避險需求 它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就是說 這兩天的股價很明顯的 就整個衝出來了 在第一檔打了一個底部型態 跳空越過季線 這已經是一個攻擊的味道 訊號它已經出現 所以最近你會發現就是說 很多股票它不是基本面不好 但是就是因為它卡在貿易戰的環節 它卡在華為的世界 當市場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時候呢 大家看的並不清楚 資金就不敢進去 所以你說基本面好 但是它股價不會反應 那無關基本面的股票 它就一直在漲 我想這是一個大環境 你要去接受它 才知道說你錢放在什麼位置 你是最容易賺大錢 那另外就像我說的星象 6月6號禮拜四 股價276 都還沒過高喔 到隔天大漲8.5%就過高了嘛 299.5元 再來呢 就來到305了 突破了300 然後呢 最高再來到308.5元 更高 315.5 禮拜一 今天315 那我認為它在走一個長桌格局 而且後面 會有真正的大行情是在於 本益比的上修的行情 如果說你長期看我的節目 這個本益比上修的行情 我想你也聽過我講過很多次 應該也不會陌生 那5月份的稅前EPS是3.07元 3.07元 推估第二季的稅前 有大概至少8塊錢的水準 那第三季是暑假 通常是全年最旺 而且今年遊戲機 第一就是三用機台部分 這一波的出貨高峰 先落在7月份 北美那邊 應該7月份之後呢 又有一批要出 所以呢 第二季一路好到7月 算第三季出了 第三季呢 又有一批成長的題材 又再上去 加上第三季是暑假 遊戲軟體本來就是又更好 所以今年第三季會更好 單季賺10塊錢 我認為都不意外 全年如果說 用稅錢來算的話 EPS應該有超過25塊 稅後的話應該有25塊的水準 那假設全年25塊的稅後的話 它幾乎就達到2016年3年前 12.78元的一倍的數字 一倍的數字 但是呢 2016年 抱歉 2016年 不是2018 2016年的股價最高是322 這一波的最高價是315塊半 所以我只講一個簡單的數字 它今年的毛利營運率創 應該我們就不談了 它今年的EPS是過去三年平均水準的一倍 但是它現在的價位在過去這三年的最高價都還沒有達到 所以第一個 那是低估 而且呢 通常本益比是賦予成長性的公司 成長幅度越大 本益比就越高 所以它這種一倍的成長 而且未來它定告之後呢 都不會再下去了 因為付費率已經拉上來了 穩定拉升了 所以未來你說它歷史的本益比的高點是三四十倍以上 那現在如果今年要賺25塊的話 目前本益比大概只有12倍 所以離歷史的本益比的高峰還差非常的遙遠 所以我們認為這本益比的修正上修行情還在後面 會有一個非常大幅度的本益比上修的行情 所以25塊假設 假設啦 你去算嘛 18倍本益比 20倍本益比的話 它應該有一個怎麼樣的價格水準 那會不會來 什麼時候來 我認為它需要時間 但是我認為總是要來 本益比上修的行情 當整個市場越來越穩定 那確認它的一個成長性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外資每天在買每天在買 那總共買了好幾千張 都已經快要上萬張了 賣了那麼多的錢是在買什麼 其實就是在等待這個本益比的上修行情 而且一樣 無關貿易戰 當市場面臨貿易戰的高度不確定因素 都不曉得要怎麼發展的時候 當然如果說真的解決了 街大歡喜大家一起往上反彈 但是如果說談得並不順利 或者進一步惡化再加稅的話 市場資金的那種避險的需求 它會不斷的去尋找安全的可替態的標的 那就像我說的升級股 遊戲軟體股其實都是其中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股價才會這麼強勢 那台灣是遊戲軟體股的還有傳奇嘛 上週三買進 早盤買進尾盤漲停 獲利大爆發的精品股 禮拜四在漲8.2%來到95.5元的新高 禮拜五呢亮縮整理 早盤呢再上一個新高的95.6元 盤中壓回尾盤拉起來之後小小的 非常強勢 我們買82到今天早盤最高95.6元 已經賺了13塊6 賺了16.5%大概短短4天的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股票它都不動 但是呢強勢的股票就像傳奇啊 星象啊美食啊 漲起來好像上面都沒有壓力 就是因為人家其實方向是很明確的 就是無關這個貿易戰 而且呢營收呢上半年營收大增了264% 手遊在今年獲得巨大的成功 因為它傳統上它的IP是成功的 只是說當初做端遊跨不進手遊 因為沒有經驗嘛 現在練兵磨了10年都已經成功了 所以上半年營收大增了260% 一律呢更誇張 從去年第四季的-24.7%增加到23.3% 來回差了48% 大概是上次貴的公司第一名 EBS從-0.89%變成正的1.52% 5月營收創了3億的新高 6月我今天早上開車就比較不塞車了 因為要進入暑假了嘛 所以進入暑假的話呢 遊戲軟體股又進入傳統的旺季 所以看起來營收會更好 所以股價砰一個一飛沖天 創新高之後高檔亮縮 沒有什麼明顯的賣壓 因為它根本無關貿易戰 所以這種股票 將要進入暑假的旺季 我認為絕對是市場最佳的避險表底 因為它有最強的營收 最強的獲利 最強的營益率 同時那些無關貿易戰 川普不管他們怎麼談 很明顯它是不受影響的 所以光是這一點 就足以吸引資金不斷的進來 所以現在你要選股 就是要選這樣的股票 所以傳譯之後呢 再布局這一檔 飛冠冒戰的金民股 也是一樣 總算買一買 漲8%一買就大賺 漲8%創新高 一買就大賺 飛冠冒戰的金民股 現在選股 你都要往這個方向來做選擇 低季淡季 EPS就年增了 寫作340% 三倍 340% EPS淡季 第一季就年增了340% 創歷史新高 股價今天創高 上漲沒有壓力 4月5月營收分別是歷史新高跟歷史次高 第一季最淡 第二季營收已經創新高了 六月進入旺季呢 後面會越來越好 第三季呢 是好的不得了的旺季 所以第一季最低 營收 EPS就年增了340% 而且呢 同業平均的EPS有25倍 那假設同樣 以25倍的本益比來做計算 它外來目標價的話 股價有45%的空間 45%的空間 所以今天呢 盤整四天 一舉帶量突破 攻高 再創新高 上檔沒有壓力 重點是暑假旺季 而且無關貿易戰 股價降要大表 股價降要大表 所以這一檔非關貿易戰的金平股 將是這個禮拜 我們會員最重要的佈局之一 同樣的 我希望給大家都有賺錢的機會 所以上個禮拜 如果說你有把握打電話來 跟我們索取到傳奇的 到今天你不要說賺16% 13% 我認為賺個7% 8%應該不過分 因為我們都是講在前面 那這一檔非關貿易戰的股票 我認為再來將要大漲 同樣的 我們還是一樣提供20個名額 只要今天撥電話來的前20個名額 都可以獨享最新的金平股 明天早盤帶大家搶佔先機 買進最新的非關貿易戰的金平股 一起大賺這個後面的45%的大漲空間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20個名額 只要額馬我們就關閉 那自己把握機會 等會我們再聊 卡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現在的選股其實你要非常的注意 不只是說要去找說營收獲利水準非常突出的公司 同時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中美貿易戰的一個氛圍之下 你要去尋找說無關貿易戰甚至是華為世界貿易戰的受惠的這種股票 他的那種股價表現他才會非常非常的強勢 因為那種避險的資金他自然會選擇這種股票 比如說我說的泰塑 上週二的時候股價只有48塊 我們就讓會員集中資金強力的買進 那時候我就說他已經展現了一個抗跌的力道 隔天呢先漲了個6% 反攻的行情我就說將要啟動 那個味道已經出現 再隔一天呢盤勢不好呢 逆勢不跌 禮拜一就漲停了 就漲停了 所以我們是提早預告兩三天 他就漲上來了 來到54塊8 之後來到58.9 創一個月的新高 然後呢橫盤整理 橫盤整理第二天 第三天 就今天呢股價尾盤又再度拉高 來到60.2 漲2.5%再送撥轉新高 那上禮拜買48 上上禮拜買48 經過一個禮拜的時間吧 來到60.2 60.2就已經賺了12.2 賺了25%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當股票他不動的時候 一旦動上來 一下子三成就快到手 這個非常的快 非常快 前一波我們太少買39 賣65 這一波賺起來是66% 26塊 賣掉之後呢低檔再買48 到現在60.2元再賺了25% 賺了12.2元 累計兩次加起來38.2 除以原始成本39塊已經賺了98% 代表就是說光這一套資金 假設你100萬做這一趟 再做這一趟的話 已經變成198萬 即將打成倍數的活力 所以一趟股票要賺一倍 要用方法 一趟抱著 賣掉就一倍不容易 來回做兩三趟 要賺一倍 機會多的是 那泰作呢 兩大客戶 一個是三送 他打入三送 最新Node10 散熱元件的訂單 旗艦機喔 另外中興通訊 5G大陸加速上轉 已經提前發早了 提前了4個月 機器台整個建設起來 所以下半年7月份之後 營收將會三幾條 所以這股價呢 我就說這邊是初升段 我們看著好了 這一段66%賺起來 現在已經賺了25%這一段 後面我認為這一段 主升段會比前面這段還要再更大 因為它就是現階段的趨勢的受惠股 所以股價一定非常強勢 那瑞育我怕沒有時間講太多了 那看法都不變了 股價非常強勢 維持在高檔 那最近博通的部分 所以今年營收會少了20億美金 為什麼 就是因為華為事件 所以訂單它也不能出給華為 所以訂單就被人家搶走 搶走他的就是瑞育 後面會很有看頭 很有看頭 那至於最新的佈局是這一檔 一買就大漲8% 一買就大賺的非關貿戰的精品股 一買就大賺創新高 上檔沒有任何的壓力 第一季 淡季 EBS年增 這邊寫錯是340% 3倍超過3倍 創歷史新高 4月5月營收分別創歷史新高 跟歷史的次高 那6月進入旺季 暑假整個非常的旺 而且同業的平均25倍的本益比 代表它如果說漲到25倍的話 有45%的飆漲空前 重點是它五關貿易展 所以這股票 我認為再來將會大飆特飆 因為創意高上檔沒有壓力 股價將要開始飆漲 今天前20名來電都可以獨享這檔 最新的金民股 20個名額 20個名額 額馬我們就關閉 把握每一次賺錢的機會 20個名額好好把握 祝大家消失順利 明天再見